主料,小瓷薯三个,辅量,油,牛奶,糯米粉两大勺,白糖时刻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三十分钟到一小时,瓷薯制皮切片入蒸锅蒸熟,蒸熟的瓷薯压成泥状,加入糯米粉,牛奶,白糖,可称光滑的面团,把面团用手搓,成一个个大小均匀的小圆球,薯球表面沾薄薄一层水, 裹上芝麻,全部裹好芝麻的薯球,锅中放油,放入薯球,小火炸至金黄色即可,烹饪技巧,在薯球上沾薄薄一层水,再裹芝麻,可以让芝麻沾的比较牢固哟,因为薯球中含有糯米粉,所以在炸的时候不要长时间炸,以免爆裂,只要熟了就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